一年一次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中头戏 千人茶会 今年设置了360席 参与人数超过了3000人 县长林明曾表示 茶博期间除了活动精彩 茶叶的品质更是相当优良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踊跃购买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 千人茶会 设置360席 由茶叶市布置茶席特社 吸引来至全国各地的品名者 在中心新村大厂厂等到登场 县长林明珍 姜花县长王惠美 新政院陆委会 陆娘署长胡宗一等贵宾出席 享受夕阳写照 秋风吹拂之下的 吃起快活 感觉很开心 因为可以泡茶给大家喝 我觉得能够跟1000个人 或超过1000个人 凤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而且那种感觉 然后你可以 我觉得以茶会有 这样很舒服 就是有微微的风 然后吹着 然后泡着茶这样 就是也是另外一种享受 刚从国外回来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的热闹 我们举办千人茶会 那么大概来参与的人 是将近3000多人 活动主要是要让我们的农民 让我们的农特产 还有我们的水果 能够很快地卖给我们消费者 让我们这些农民都能够收入 江华县长广惠美相当肯定 茶博会活动 期许中部地区的优质农醇产品 能借由茶博的买季 带动中部的农业与观光产值 林县长并希望大家多多购买 用实际行动支持台湾农业 然后这活动都办得非常活泼 我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 这样子很好 可以让我们去认识一些茶叶的一些故事 把这个活动啊 所以以后还会带来吗 会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 带动了整体的我们南投的产业跟观光 那在这边 林县长就是我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也要谢谢林县长给了我们一个空间 来展示我们彰化优先的一个产品 希望大家来能够尽快地来消费 那么把我们南投县最好的茶 买回去过年大家一同来品尝 现场的合唱月参 长半着茶香飘散在千人茶会中 夕阳呼应在中兴新村绿岸南的草地上 这时刻的跨越社活 悠闲置在滑家场 品名着茶医师的释放好茶 正展现隐藏能生哲学 记者张光柔中兴采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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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用